陈先生是宁波人 6月6号晚上 他和家人到杭州夏沙购物 入住了学林街这家七天酒店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早上起来嘛 因为窗帘什么都是拉着的 然后室内的灯光 然后那是比较暗 然后我在早上起来烧水的时候嘛 可能也没注意到那个水室那边是很混浊 然后直接烧了一壶水 喝了以后 然后开始有半个小时以后 就开始有肚子有反应 然后上厕所 陈先生说 一开始他以为是前一天 在附近夜市吃饭引起的 没太在意 后来家人起床拉开了窗帘 他发现水质很浑浊 就在卫生间里的洗手台上 洗洗手台那里 然后发现那个水质是比较浑浊 什么样的 洗米水一样 像洗米水一样的 这是陈先生当时拍摄的视频 看到这一幕后 他猜测之前自己肚子不舒服 可能就和早上喝的水有关系 那肚子疼的话 可能是因为喝了 早上烧的这壶水的原因 当天早上的话 喝了那个水以后的话 就是说有三次上厕所 反正肚子拉锡了 后来呢有没有去医院 后来的话因为下午的时候 我感觉肚子还行 就没有直接去医院 我老婆的话 那天的话是有两次 后来的话都好了 陈先生认为 酒店方面应该做出一定赔偿 酒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7号哪天 他们已经为陈先生 免除了104块钱房费 支付了停车费 还愿意负责陈先生的检查费 工作人员介绍 房间里水费浑测 可能是因为之前停过一次水 多放一会儿水就会恢复清澈 现场双方沟通了一番 陈先生没再要求赔偿 但想借自己的精力 给住店客人提个醒 在喝水之前的话 然后如果是用电水壶烧水的话 尽量度注一下 然后他们那边自带水的水质情况 然后查看一下 比如说电水壶里面是否有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尽量能做到 多烧几次 然后进行 能达到一个什么消毒的一个效果 最好的话 如果自身有 自带的 矿泉水什么的 我建议还是尽量和自己携带的 矿泉水比较好一点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